把凯书就算是讲完了 那么剩下的这个时间的话 咱们主要讲行书 行书的话 那么前面的话 咱们这个实际上 这个唐代以前的行书 也基本上就讲过了 那么下面的话 也就从来开始讲 我的这个想法的话 就是说 以后咱们的话 就是多有一些比较 多有一些这个思考的空间 那么刚才那个 这个Mary也在问 咱们下学期 然后再接着讲下 那么也征求征求大家的一点 那么一个是有同学说 要讲一讲撰课 那么这个可以稍微讲一下 但是这个撰课 因为我现在不课了 所以说的话就是 不可能讲得太深 就是说主要撰课的话 相对说来 和书法相比的话 也比较相对简单一点 因为撰课的话 也可以反复修 一直修到你满体位置 写字下笔的话 就没办法重拦 那么这个上课的内容的话 就咱们下个学期的话 就开始写行书 写行书的话 那么书法诗差不多就讲完了 那么这个就是 我是想让大家 再提高一个层次 就是这个所谓的研修班 研修班 准备小时做这个研修班 研修班的意思的话 就是说给大家一些小的 这些研究课题 然后大家的话 去做一些这个调研 然后每个人 至少是有兴趣的人 可以上来试试 一次15分钟 20分钟 讲一讲 你研究的课题 然后将来这个 咱们有院刊 有微信 可以把这些都发出来 让全世界人民都看 大家可以再商量 那么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因为咱们不能在同一个层次上 只是说被动地接受 那么也要主动地去发掘一些内容 让别人来领受 咱们所学到的东西 好吧 那么这是一个想法 那么咱们今天就先讲这个五代 五代书法 那么五代的话 那么要从这个 唐代的灭亡开始 那么这个是目录唐代的灭亡后 五代是说 咱们这是杨人和书法的教 那么咱们首先要讲这个唐代 那么唐代的话 最兴旺的时候 大概就是这个 这个橙黄色的 这个 这一片 然后别的这些地方的话 有的时候是唐代的 有的时候不是 那么就是看这个唐代的国力怎么样 那么在唐末的时候 那么都是说政治腐败了 其实上这个政治腐败肯定是一个原因 那么黄巢 黄巢大家都知道 他叫黄巢 黄巢有一首诗的话 写得非常好 那是什么 带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沙 冲天相正透长安 满城镜在黄金甲 那记得黄金甲的电影 都看过吗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说 最后是这个 当然黄巢不是最开始 那么实际上是从安史租乱开始 那么黄巢的租乱的话 他主要是在这个江浙一带 江南这一带 他这个经济就给搞垮了 然后被这个 然后就进入了所谓的这个军阀 割局 然后不全中控制 迫使独交中 天都洛阳 907年 然后他就建立所谓的两国 那么历史的话 从这个时代就开始进入五代十国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对比较乱的一段时间 那么所谓五代的话 那么是就是说是交涉至中原的这个地方 我们从梁唐进汉州 然后还有所谓的十国 那么就 就不训练它了 太多了 那么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地图的话 就是非常的混乱 基本上就是唐代的时候 那些 那些这个各地的这个军区司令 然后自己 各立 各立一帮 然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 但是时间的话 相对的短 那么是从大概 从907年一直开始到79年 那么到这个赵匡义 是移民中国 那么在中间这个相对的话 也就是五十多年 六十年的样子 那么实际上这个书法 没有什么太多的 那么就出了一个洋宁事 洋宁事实际上咱们上次已经讲过 那么讲过的话 那么这是他的著名的九花贴 那么这里的这个九花贴的话 我上次也说过 那么实际上是 现在我们手里看到这个图片的 有两个本质 一个本质呢 是这个 应该是 是真记 那么这个是 大概是在民国的时候 被罗正律收藏 罗正律是那个 叫叫满洲帝国的 那个 一个 进入大城 然后到他手上之后 然后就 不明明去向了 但是呢 这个是真本 真本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收藏在前皇帝的内部 然后被一个一个一个人 偷偷用自己的魔本 把它给偷换了 然后这个魏本的话 那么给放在皇宫里放很多年 然后这个真本的话 流传到这个外面去了 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 有一个本是真本 一个本是未本来讲的 那么让大家鉴定一下 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三边投票吗 这边的话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那么这是局部状态 也是一个真一个假 那么大家鉴定一下 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 右边的大的是真的 左边的小的是真的 右边的大的是真的 还有大小啊 最右边的那个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小的 没有没有 右边的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OK 还有什么一些 还有什么不足的意见 那只能反过来 那不说了 啊 这边是哪个分子的 左边是真的吗 右边是真的 我觉得是真的 这个先说右边真的 有什么理由 就是那个 看左边那个小的枝子 我觉得左边那个枝子写得好 啊啊啊 那就是跟那个右边 大的那个相称 啊啊 你说右边是真的 对 我觉得这个是 也是淡的写的 对 我觉得这个 第一眼看了就觉得是真的 不管看的哪 哈哈哈哈 那边两个都是真的 我看到右边就觉得 那边是真的 哈哈哈哈 看不错了 真的看不错 那么说说这个 这个另外一个是真的 有谁说是 另外一个是真的 啊 我对那些 那肯定是另外一个真的了 哈哈哈哈 这个是很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啊 浅的 这颜色 浅的是真的 浅的是真的 还有谁也有不同意见 我觉得左边 大的左边 那个的张辽多 在左边 这个 哈哈哈哈 张辽小多 张辽小多 嗯嗯嗯 还有从远 我从远看 因为看不是很清楚 我觉得它那个 为什么左边那个是真的 它那个整体的布局 就看起来特别舒服和谐 我觉得 嗯嗯 因为它右边的这个 有几个字跳出来 特别扎脸 就是跳出来不是很明 不知道是配置的 所以我就凭这个判断了 就是说 我觉得左边这个 写得 哪个都挺完美的 右边那个 就是说 有个笔画 哎 断一点 您說左邊的是說是這個還是這個? 對 左邊那個就是說哪個壁畫都寫得都獨立完美 就是說好像就是說 右邊那個就是說可能就是說第一次寫 就是直接寫它考慮什麼東西 很有意思哈 大家各個意見都不一樣 那麼就是說現在對比來看 大家可能會提出哪個是真哪個是假 如果是只是放一個的話大家 這個這個 就都是真的哈 至少的話就是說這個東西的話 把黃衣騙了很多年 這個是假的 要看這個這個是假在哪個地方的話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有對比的話 那我們可以說 我們騙這個質子這個東西 對對對 我就覺得這個質子很可憐 那麼其他還有的話就是說 就是說如果只需要看的話 就是說像這個蒙這兒去那個地方 有些猶豫啊 還有那個葉子像這個地方 那麼整體看的話 就是這個裡面有很多的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比較猶豫 不是寫得那麼那麼…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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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得不錯 寫得不錯 這件東西現在是在… 在文系公司 但是還在的 這件東西還在的 那麼這件東西現在不知所忠 那麼這個彩色的話 是當初的話 他們有這個科羅板印刷的 然後後人的話 就是現在網絡這個… 這個… 發達之後的話 很多人的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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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 這個網絡點畫 就是那麼… 那麼… 這麼大膽 那麼… 這個字的話 寫得相當的自在 老師這樣說真的都找不到 為什麼說沒得又找到 這邊 因為是當初的… 這個… 當初的這個高清印刷 科羅板 科羅板的話 就是這個印刷的話 比現在 這個一般的引印刷的 印刷的分辨率還要高 你說當初到什麼時候 民國 民國 民國早期 民國早期還在 後來就不說 那麼 那麼這個就是剛才的 那麼這個楊明時期 當初咱們講過的 再稍微再講一下 那麼這個人的話 就是說 做官的話 大概是做了 做了好幾個朝代 就是五代十國嘛 一共那麼多年 就是大部分時間 是在中原 唐末的時候 民俗拿到五代的時候 五代的時候 你們涼了唐 他後來又做了一些話 那麼這個人的話 很有意思的話 就是說他這個寫字的話 最喜歡的話 是寫的批壁 就是在這個牆壁上寫字 那麼 他的這個真跡流傳下來 實際上不多 現在留下來的話 一共是只有四張紙 那麼這個最大的原因 就是說這個 這個牆壁 寫在牆壁上 人家也沒有辦法複製 也沒有辦法怎麼弄 那麼這個牆壁 這個建築沒了之后 那麼這個就變成了 那麼 後人對他的評價相當高 我們在下面展規則來看 那麼這是他的另外一件真跡 傳下來的 這是盧鴻草堂實質的古法 盧鴻的話是唐代的一個畫家 那麼這個是在這個畫後面他提的字 那麼後人對他的評價 那麼有些東西很有歷史感 那麼蘇東坡說 自顏柳世末筆法衰絕 加以唐末商量人物交落 文采風流掃地盡 古陽宮林氏 比季雄傑 有二王顏柳之餘 此真可謂書之豪傑 不睹為時事所顧墨者 那麼這個意思的話 就是說這個盧鴻草和這個劉公泉死了之後 這個寫字的書法 這個文法基本上就失傳了 那麼到唐末的時候呢 因為時代的這個商論 那麼基本上就沒有出什麼人才 文采風流掃地盡 那麼就是只有楊林氏 他的字寫得好 跟怎麼樣呢 是可以和這個盧鴻草和劉公泉相比的 那麼咱們知道這個五代的時候 還出了一些什麼什麼比較文學上 什麼什麼比較出名的 那麼就是一個李厚祖 那麼寫詞 那麼也是接到宋代 那麼實際上在五代的話 就是說是這個文化的這個發展的 發展的話是受到了一些抑制 雖然有多元化 因為這個分開了嘛 地域性之後 它有多元化的一些趨勢 但是這個這個就是峰值 這個高度的話 就是跟唐代和宋代都沒有辦法比 那麼只有這個楊林氏在書法上的話 那麼是真正是打到了這麼一個 讓後人一直推崇的這麼一個定義 那麼黃廷堅這個說法的話也差不多 由近以來難得突然的無封城氣是二王者 就是說從這個近代以來 那麼這個寫字寫得沒有封城氣 沒有封城氣就沒有熟氣吧 像二王 二王就是王錫之 王獻之 那麼只有閻魯公 楊邵詩 閻魯公他就是楊林氏 楊邵詩就是楊林氏 長徒大令 大令的話是王獻之 魯公書竟然隨俗多尊上之 邵書書 這口稱善而復非也 就是說這是黃廷堅生活的時代 那麼他是說 大家都說這個閻真卿好 是因為這個大家都說好 所以說很多人實際上並不懂閻 這個閻真卿好在哪 那麼邵詩 那麼他是說大家都說他好 而心裡面卻不認為他好 那麼現在他就說 真正要認識這個楊氏書法 你生小楊氏書 當如九方高相馬 九方高大家都知道 就是古代的一個傳說的 善於相馬的那麼一個人 以起玄皇 這個刺母 那麼就是說 你不要看他這個馬的顏色 也不要管他是公馬 那麼你才能知道 這個馬是好馬 那麼他是說 你看這個楊林氏志的話 也是一樣的 要撇去他這個表面現象 看到他的這個本證 那麼後代我還有這個 這個董奇唱歌直接拼九花貼 邵詩九花貼略帶形體 蕭散有之 邵詩他書七冊七太這有書 但七冊取代都是邵詩家書 那講的這講的 很容易是他七冊取代 那麼就是這個字寫的 不是很端正 那麼就是如果說我們來看這個字的話 就是這樣子 這個字的話 有些公道習慣大小錯落 那麼這個事情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些 一些處理方法 那麼像這個橫這一筆 咱們現在就有好多同學 這個橫就這麼寫的 哈哈哈哈 那麼這個就是 但是就是看你放在哪個地方 有時候它會很好 有的時候它會 並不一定合適 那麼這個是如空草堂 十字圖把 那麼這件東西的話 現在是在台灣 那麼下一件東西的話 也是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麼這個應該是它更為典型的 這麼一個作品 那麼這個叫神仙取之法 那麼現在人的這個評論的話 怎麼 這個大家看 看了這個字 大家會覺得好不好 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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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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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個基本上是 就是說它有一個養生的方法 叫行柱坐臥處 這個手摸 這個腹與肚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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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實際上就是 你這個不管你在幹什麼 你要不停地按摩 然後就是身體化得也好 那麼它這個是 後面是有它的簽名的凝視 那麼這個是應該是說 它比較標準的這個一種寫法 然後 它喜歡提壁 就在牆壁上寫字 估計當時流傳的大部分 都應該是不一樣的 那麼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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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說呢 就是它 這個是76歲時的作品 這個隨意點化 不加思索 用摸濃膽相間 枯壁非白 字的結智 什麼七冊顯進中秋平正 行間距破收 在繼承唐代書法的基礎上 也能求證創立功德 所謂的天真浪漫之趣 那麼這個人的話 就是說 在生活上的話 也是比較善慢的 那麼一個人 也比較屬於一把三把 那麼寫字的話 往往的話就是說 看到的話 也就是寫得非常善慢 那麼跟剛才我們看的 這個九花帖的話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麼比較有意思的一些 這些流傳的一些事情 比如像這個 這本書裡面記得 《洛陽晉升舊文記》 尋常每出 上馬之大東門外 前驅者請防鎖 就是說他每次要出去玩了 那麼走到大門的時候 那麼就是給他帶路的人 就問他 他要去哪兒 《洋陽晉諺老婆語言》 《今日好像東遊廣愛市》 今天這個天氣不錯 我們去到東邊去遊廣遊市 老婆說 《不如西向遊十壁市》 這個老婆跟他說 《不如西向遊十壁市》 這個哨師他嘴邊說 《還是遊廣遊市》 就要往東邊去了 這個老婆又說 《還是向西去吧》 他就說 《那就去西邊吧》 他就說 《且遊十壁市》 就是說這個很隨意 就是這個仆人說他去哪兒 他就去哪兒 那麼他去了 當然大家 他幹什麼 大家都知道 就在牆壁上亂寫 亂寫 亂寫 那麼這就是他的事情 《閉上光潔可愛》 《其居故事》 《視若發狂》 《心必揮灑且淫且送》 他到這個室裡面 就基本上都做這樣的事情 那麼他寫的這些字的話 到宋代的時候 還流傳很多 那麼李西海 李建宗 那麼當時的話 在洛陽作官 就寫了這麼一首詩 那麼在洛陽的話 有很多 他說 我以身來有書癖 一回入室看一回 一回看 那麼實際上就是去看他的寫的字 那麼這個 那麼這個字的話就是說 咱們剛開始看的時候 是很不容易接受 但因為這個寫法的話 看不是特別懂 那麼這個字的結構的話 我覺得好像不是特別 那麼這麼看的 就是不是這麼順眼吧 那麼但是 這個肯定是好東西 那麼以後慢慢在學習 的話我們會有些人叫 那麼這是他另外一件東西 下熱梯 那麼這件東西在公共博物院 剛才這個也是在公共博物院 那麼這個的話就是 也是這個 我們現在的話說的話也是 胡寫八寫的 那麼但是 經典吧 那麼內容的話 大概是人家當時送他了一些 一個叫什麼書密碎 然後的話他就寫了一封信 感謝 那麼這個 他留下來的話 那麼這個就是說 這個墨基本的話 就是這個四件東西 都是好東西 那麼課本裡面還有一些東西 那麼這個是 大概用明代的課文 叫做《不虛詞》 那麼這個《不虛詞》的話 就是一個行書 那麼現在咱們再把它和這個 神仙取具法一比的話 那麼咱們就發現 其實有很多共同點 那麼這個兩個都是比較可靠的 然後我們選這個這個 這一那 這人的這一那 我們是完全一樣的 那麼還有這個 剛剛看到的那個 那麼這個 這個莫名區 就是實際上是宋代的人 特別喜歡的 那麼就是這個面目 但是到後來的話 反而這個慢慢的 這個東西的話 到明代還有 那麼這個東西 就示範了 那咱們來看一下 做一些比較 做一些比較 那麼希望大家發表一下意見 那麼現在的話是 這個黃庭堅的一首著名的詩 叫做《四人技學藍庭面》 那種詩精彈 取漁畫揶迦 船濑古武艾 《無盡丹》 《彈指洛揶奏之》 《下遇流》 這巫士蘭是指什麼 巫士蘭的話就是指南庭區 為什麼 雜牌這個 兼其實是來講 它這個就是這個 而珊萍區在宋代看的時候 有這個墨跡本 也有這個所謂的刻本 它都刻的有戒閣 啊 骶閣 就是他们所说的无视蓝 那么咱们就现在把 酒花贴和蓝亭序的课本 和蓝亭序的一个末本来比较 那么大家觉得 这个中间有些什么共同点 哪一个更近 有些什么特点 老师说哪一个更什么 就是说这个酒花贴和末本 和这个课本相比较 哪一个有什么共同特点 有些什么共同特点 老师说的意思 就是不是同样的课题 就是风格的风格 重新解释一下 那么这个后代人的话 就是比如说黄金坚说这种 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杨林寺学这个蓝亭序 学得特别好 那么咱们这个 左面的两个的法都是蓝亭序 一个是墨基本 一个是课本 那么这个是酒花贴 咱们来 可以来试试理解理解 那么这个 他们有什么共同特点 为什么说他学得特别像 我觉得他们走的都是那种比较轻盈飘逸的路子 说得非常好 比较轻盈飘逸的路子 对 比较秀气 比较秀气 还有谁有 有 有些看法 不要怕 咱们就大胆说 想到怎么说什么 蓝亭序 蓝亭序里面就是还是 就是说他那个 骨架或什么东西还是有点硬朗的成分 那个酒花贴 就是给我感觉比较软一些 我看过那酒花贴就觉得特别拘谨 谁 那个比较 酒花贴 酒花贴比较拘谨 那个黄西正的还是很有仙气 有仙气 反正就是比较谨慎的那个文写的话 是不是酒花贴比较有劲 你觉得那酒花贴比较有劲 正好跟严谨现在的看法相反 那个字牌的那些错落有致的那个 挺静静的 但是那个好像更松明 更松明 蓝亭序还是用的比前比较对的 像蓝亭序有的时候按下去很多 嗯 这个讲的都很好 这个东西没有统一的看法 那么我就稍微讲一下个人的看法 那么就是说一个的话就在用笔上 其实上他们都比较精道 就是说很多小动作的话 咱们如果仔细看的话 那么两个笔 两个贴的话 那么都做得很好 就是比较 咱们要举一个例子的话 就是咱们 它没有共同的字 就是这个字 那么咱们可以相对比一下 那么用笔的这个动作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那么结构稍微有些差异 咱们是在用笔上 那么就是说两个贴的话 那么就是说两个贴的话 实际上它都有很多精致的地方 那么稍微不太一样的话呢 就是说咱们如果是从这个墨结本来看的话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就是每一笔的话 它有很多的起程转合 每一笔的话都是非常非常圆润 那么在这个贴子里面的话就是说 它不一定每一个地方都很圆润 比如咱们看这个地方 那么它这个动作就少了一些 比如像这个地方 这些的话那么动作都是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我觉得 你觉得它那个十字吧 就是最后一行 对啊 就是散了 就是最后一行 刚才那宝盖 这个 对啊 这是它的一个特色 对啊 对啊 你如果是 咱们这个讨论很有意思啊 就是说评论它这个优点缺点 你如果是跟这个比的话 那么这是它的习惯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基本上 趋势都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寝盖的话 它也是把这边拉长的 然后这边稍微往中间靠一些 然后下面的话就往下掉了一些 对啊 就是结构这个是它的这个特色 然后另外一个要点的话 那么就是说这么一个关键的话 就是它下笔变到无视了 那么就是咱们如果是把这个和这个比的话 那么这两个可以接近它 那么如果是把这个跟这个比的话 那么这个距离稍微远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的话就是说 这个应该是说这个 这个磕了很多遍之后的话 那么这个很多东西模糊掉了 模糊掉了之后的话 你去拿它跟什么比 都拔进这个距离 那么在这个模糊的过程中 你怎么样去还原它的比法 或者是它的这个结构 那么往往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做 那么做出来的话都不是错的 那么你如果是要把你的比法完全还原到这个程度上的话 那么这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临帖的时候 那么我也在往往在讲 就是大家写这个圣教序的时候 也是有一些点化的话 你没有必要做到它百分之百 因为你不知道它原来是怎么样写的 这个就是讲一下 大家就是说感受一下 这个这个没有一定的答案 就是说咱们 为什么要做这个这个比较 就是希望大家 大家以后看到一件书法作品 或者怎么样 就能从这些方向去慢慢地去思考去想 那么这是另外一个比较 那么这个是刚才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无红草堂十字图和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把和这个延真器的真正一贴的比较 那么因为这个礼服的话 宋代的礼服它有一个评论叫 这个天真浪漫 众义也泪 年鲁公尊重美业 那么这个这个这两个来比 那么咱们还是让大家发表一件 那么有什么类似性 有什么什么不太像不太不太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个颜真器的大小变化比较多 大小变化比较多 还有呢 人鲁公尊更圆润一点 人鲁公尊更圆润一点 撰子的比法更多 撰子的比法更多 你是讲的是不同 你讲 右边是这个杨宁士吗 对 右边是这个杨宁士 我觉得它确实很散吧 确实很散 对 除了那个字 对 然后不是一个一个 连贯的一个 一个格调 总在变 总在变 那么刚才那个 演戏送的宝贷 这又是个例子 少卡一下 少卡一下一个字 那这还有什么看法 是 谢谢大家